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了 你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王大叔为您带来的多档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柏林Major ESR1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第二个比赛日第三轮 Tylent对战XG双方BO2的第二场 在首场比赛当中呢 虽然是经历了60多分钟的苦战 但是最终XG还是成功的拿下了对手 中间也是出现过几次 差一点点被Tylent翻盘的这种局面 看一看这场比赛 阵容方面XG拿出来的是小娜加 JT的三号位马格纳斯 中单拒绝者的龙骑士 地外的一个冰魂AA Tylent这边呢 则是23的骷髅王 大哥为骷髅王拿出来了 然后中单Mikoto的一个蓝猫 OA这场比赛拿出来的是小精灵 Q的赏金猎人 和甲脖子的一个谜团 那进到游戏当中的话 因为版权的原因啊 咱们这边可能需要去遮挡一下对标和 遮挡一下对标 以及这个选手的名称 所以没办法大家凑合看 好吧 这个包括录播的观众 咱这个没办法 因为这边直播一边录的嘛 希望大家能够去将就一下 对吧 将就一下 好 那么进到比赛当中来 看一下双方实战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样比赛比赛的话 他中单的蓝猫 再加上一个小精灵 再拿出这个组合以后呢 XG这边果断的就抛出来一个AA来克制 那这样比赛他其他的阵容呢 选择拿出来的控制还是不少的 几乎是人手带控 只有小花仙的控制 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 直接甩出去的脱手硬控 他也有晕 但是是个延迟晕 祖宠王冠 他是个延迟云 但是呢 龙骑士的端 小拿家的网 马格纳斯的大招 都是比较容易能够去和AA的大招形成一个combo的 也就是说 对于点目标的突破能力 这样比赛不用担心 那么缺点的话呢 XG这种缺点是在于 输出稍微低了点 输出稍微低了点 尤其是在游戏的大后期 如果是在游戏的 前期中期 乃至到中后期这个阶段 都这个输出都还是够用的 大后期的输出有点不太够 因为他这个阵容大哥 为小拿家 中单是龙骑士 都不属于是成长 输出成长特别高的那种 而且这样比赛对方有一个谜团 有一个扩罗两条命的问题 所以在输出的一个集火能力上 和有效性上来说的话 是需要一定的操作的 神服方面的话 小拿家和马格纳斯 控到了一个 对手是赏金猎人 拿到了一个 他这边AA还拿了一个 AA还拿了一个神服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美滋滋的三服开 对方只有赏金控了一个 三服开局 中单龙骑士的出装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力量手套 准备出双护腕 那么跟对方的蓝猫对线 龙骑士打蓝猫的话 很多时候还是赚不到 什么太多的便宜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蓝猫这个英雄 他打进展英雄 确实是比较舒服 不像帕克那种英雄 帕克那种的 就标准的打龙骑士 打不了的英雄 这里也演一上来 也不管 小精灵连过来 那么追着这个赏金 先去连上赏金 然后过来消耗一下 不过这里赏金猎人 好像也没有进一步 再去追杀对手的能力了 而且上路 你这样去放一个谜团单的话 这个谜团要崩的呀 谜团现在是1-2的一个正范步 小哪家是2-0 那看到对手的小精灵 赏金和骷髅王都在下路 那上路那边两个人 明显的站位也是比较嚣张一些 但是对手的这三个人 他是要拿一血的呀 马格纳斯 这个地方还能顶住吗 不行了 被23的骷髅王拿到了一个一血 大哥赏金嘛 不会是大哥赏金的 肯定是大哥骷髅王的 赏金是Q去用 Q是辅助 那1号为23的骷髅王 那这场比赛 前期让骷髅王拿到一血 下路 对方这块又是频繁的 在进行一个 刚三的一个套路 看看这里 给上一刀 小花间一级升的是一个 金睛迷宫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金睛迷宫 又缠着对手赏金猎人两下 仗势这块有一个针眼 在接着追着 诶 这块这个针眼呢 好像是还差一下 可以被对方给补掉 赏金猎人这边连着线 过来以后呢 再给上引刀 破影一击 然后再接一个锤 再给一刀 又拿一个人头 我这个赏金猎人隐身 现在带悬晕 这个事儿 让泰伦玩明白了呀 搭了一个骷髅王 小精灵带着赏金上去 先给一刀 然后骷髅王上来 跟锤子 再给输出 这个套路 让他们玩明白了 可爱行 下路现在赏金猎人 仍然不走 继续保持一个 刚三的状态 而且最难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 一件事情是 对手下路这边的刚三 把你给打爆了 也就算了 上路的谜团 去正反补第一 正反补全场第一 这谜团一看线上不好打 我直接不站下了 对吧 不站下了 我直接去钻眼了 那行光灵 这一下直接被带走 那么小精灵 连着赏金猎人 两个人 在下路配合 这个骷髅王 真是没少搞事情啊 你别说 这个钢三 有点东西 我觉得可以学过来用啊 讲道理的话 这个钢三套路 真的可以学过来用 这个赏金猎人 加骷髅王 加一个小精灵的钢三 有点意思 小精灵可以保证 这两个人 他在线上技能的 一个续航 就蓝量的续航 可以让对方的人 只要赶过来 我就一定有机会 能杀你 可是赏金 在下路待了一会儿 感觉好像 没什么太多机会 选择是转移到了上路 转移到上路 下路的骷髅王 打成了一个无解肥 那么赏金转移到上路以后呢 过来去骚扰对手的 A 让大家单人和对手的谜团 去对线的话 其实谈不上占到什么便宜 赏金那边逛街 找到A 给一刀吗 现在在等自己的隐身 NCD应该是 这个是有机会能单杀的 其实 这块直接把神佛空了 空了以后呢 A现在因为离中路不远 所以赏金恋人并没有机会追杀他 AA这个英雄 前期面对对手赏金这种英雄 带着忍术加隐身 加上有一个毒球 其实是能单杀的 这里给一刀 两刀 三刀 再接着追一下 给一个平A 这块小精灵 这个拉断 拉断的方向 是被A这边利用走位 来逃生了一下 但是我感觉 这不是要叫强杀的 应该是不会放过你的 赏金走的比你快 小精灵再连过来一下 这里一个破影一接 然后偷个钱 再给上一个平A 还是完成了击杀 这个没办法 但是我怎么感觉 你个TP要断啊 大哥 你这是在什么操作 钱太多了 这是嫌钱太多了 这种DG失误也有的吗 没见过 没见过 哪有这种DG失误的 我的天 又没有人追你 这个操作失误实在是太业余了 谜团这个地方肯定是死了 A加小的家 这边一个寒生之族 加上 小的家的一个网 再加小的家 开喷声上来给输出 谜团这种地方是肯定扛不住的 等多数来到了4比1 现在他的领先着一个1000家的经济 加上三个人头 但其实是接近2000这个差距 看看这里玛格纳斯给上一个波 但是玛格纳斯这个顶往回顶回来以后 其实你赏金已经在这里准备了许久了 骷髅王再接往前追 还差一刀 卡位没卡住 我呢 请你方琳自己能回来吗 自己能不能回来 这里给上一个锤 开爱影之镜 然后一张TP 还行 利用爱影之镜 换掉了对手的一个锤子 不过 其实对于骷髅王来说 这个损失约等于没有 因为身边有个小精灵挂着 这点蓝量跟白送的一样 只能说就是 邪净方琳这波 他骗的没有问题 他骗的没有任何问题 同工骗掉了对手的一个技能 至少是 让对方的蓝量变少了那么一点点 还多耗了对方一点时间 赏金猎人这关并没有选择 去给对手一个平A偷钱 等了一会儿 这里再兜上了 兜上了以后呢 在塔下有一个兵线 赏金猎人这关还是想偷钱 他太想偷钱了 但龙骑士在中路 配合AA两个人 想对蓝猫动一次手 蓝猫其实现在已经到六级了 这种动手的成功率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忽略不计 超管哪里会有这么多板权问题 如果超管没来管 我会闲得没事干自己挡吗 这讲道理啊 你没看你没看见是你没看见 咱们挡住就是因为超管来过了 才挡住的呀 A这边反补掉了下路一塔 A这边反补掉下路一塔 A这边反补掉下路一塔 这版本酱油到底是好混还是不好混呢 看英雄 有些英雄像老神小鹿这个英雄就很好混 有一些传统不好混的酱油 现在该不好混还是不好混 接下来骷髅王的经济全场第一 4500块 谜团的经济呢 是排在第四 蓝猫现在排在第五 蓝猫这个经济真是有点疯啊 当比赛蓝猫在中路打龙骑士 哦这里一个端 再加上一个寒熔之族 蓝猫就把运出飞一下 拉断 拉开这个寒熔之族的范围 然后把中路的线补一手 小精灵连着这个蓝猫 赶紧带蓝猫去发育一下吧 这个时候打不了架 这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架可打 自己的队友 你只能去找迷团那条线 找迷团那条线是最好的 因为迷团现在说了有个大 你先帮着迷团 让他把这个大用一次 用一次以后 然后你再去找骷髅王 会好一点 再往上找 但是这里只有一个 邪影方灵啊 好没有意思 飞过来以后 一个残影 撞一下 看看这里扔一个技能 邪影方灵并没有选择 去开自己的TP 那么这样被对方留住 看看蓝猫 在这里打一套 龙骑士 龙骑士 龙骑士这边开了一个 诶 这个寒冲之族 差了一点点 被蓝猫非常精彩的 一个走位躲开 想着能努力的帮蓝猫 回了一波蓝 赏金猎人也都过来了 这里龙骑士的血量 非常的低 看一下这里 有没有机会 对方又飞过来了 一个邪影方灵 那这个确实有点 不太好动手了 这个确实有点不太好动手 感觉差地走远了 中期输出不够 刚刚这里也给上一刀 蓝猫过来拉住 然后再开启自己的一个残影 一个荆棘迷宫 蓝猫准备 飞一下 漂亮 这波飞过来以后 直接是撞掉了对手 写个方流 同时躲掉了对方的 一个组合 王冠悬晕 马格纳斯这里 拿大招 下一人的走外 拱过来以后 回上一个波 小跳大招 定住 龙骑士 接上一个 然后再接上 后续的输出 完成了对于蓝猫的击杀 漂亮 这波打掉 人都是追到了7比2 击杀一个蓝猫 给了296的单体 加上345的助攻 他说怎么不去抖音直播 抖音好像一样吧 应该都没有版权 这个版权 我记得是虎牙独家的 国内里边是虎牙独家的 你只能说 你只能说就是 他可能有些主播 他现在在播 他们还没有被投资 他还没有被投资 这里蓝猫往前飞一下 再往前飞一下 拉断 被里头端一下 不过寒双之助 已经用过了 蓝猫这边直接把蓝 打一套再走 迷团大招 拉住龙骑士 这里看下再飞 这没飞出来 这件没躲掉 主龙罐 节奏乱了 这样的话 迷团大招白拉了 并没有能够完成 对对手的击杀 蓝猫这个操作 失误实在是 有点太不应该了 XG也是借助着蓝猫的 这一波失误 中午两个人 捡回一条命 那么龙骑士和 险影方灵家 想大家三个人的 一波开悟 这个开悟 龙骑士跳到第一波 端小兵 上迷可还行 端到了小迷团上 蓝猫这个地方 能走吗 飞走了 组的王冠 炸鱼飞的距离不够 哎呦 这个失误的 两边这个失误 真的 比着谁失误多 这是 这个就是 传说的 比着谁失误多 我跟你说 刚才这波蓝猫 为什么没飞 没飞够距离 我跟大家说 究极原因 我跟大家说 究极原因 因为这个蓝猫 一定用的 不是带鱼瓶 刚才蓝猫 肯定是这个 鼠标 往这边滑了一下 然后直接飞 但如果他用的是 一个带鱼瓶的话 他可以直接 往左边 飞更远的距离 那这波 就不会被晕住了 所以都怪屏幕 那么带鱼瓶 真的 我没 这个 我跟你说 这个事 刚才这一波 如果他用的是带鱼瓶 他真的能飞楼 我不夸张 真的能飞楼 这里看一下 小精灵人 追一下 那小精灵 带着队友 飞过来 马格纳斯 这里露枪 给一个落地大 没有成功 那这样的话 对方支援过来以后 马格纳斯 还是被一个超伯格 追的意思了 点小地图 不也一样吗 点小地图 用蓝猫的飞 这个事 这个事 他不靠谱 好吧 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你要在小地图上 点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个东西 他的操作量 和他的容错率 还不如你买个带鱼瓶的 蓝猫的飞 是要飞的相对来说 比较精准的 现在小大家的经济 已经反超到了 全场第一 但是二三四 反而都变成了 对手的人 带鱼瓶 可以看到更多地图吗 可以 懂了 大叔说吧 哪个盘子带鱼瓶 有道理啊 我应该找个带鱼瓶的 我应该找个带鱼瓶的 带货去 完了 草帅了 这边看看小大家 开大 这里边A给大招 然后龙骑截拖 nice 这一套技能 给的相当漂亮 这样的话 蓝猫 直接摆给 蓝猫摆给完了以后 差距线 有一些机会了 开始逐渐的 小大家的经济变好 加上现在A的大招 配合龙骑士的拖 可以轻松地完成 对对手 单个英雄的击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艾伦是哪个国家的俱乐部 艾伦是东南亚的队伍 这边看一下 迷团 迷团这块 因为给了一个增物 所以对方的小发现 走不掉 这里快一切 给一个飞镳 还差一刀 A出来了吗 A出来了 完成这波激战以后 小男生混向在前面拖一拖 但是本体只能往回撤 给上一发标记 人都是现在10比4 艾伦现在要让AA和龙骑士 动起来 这两个人一定要 就要动起来去找人了 不能再放任对手 这么抓人了 马格纳斯可以不来 龙骑士加AA就行 第二不要去抓 对方的骷髅王 骷髅王两条命 你这么抓不划算的 这两个人 现在就去找谜团 这条线 是最理想的 找谜团 或者是去找对手的这个 就是金人蓝猫这块也可以 AA的打招 加入龙骑士的输出 你只要这一套技能打 人间蓝猫也会很难受 甚至有可能会被击杀掉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再搭一个小花仙 也是没问题的 看波罗王被抽了给一下 那么马格纳斯一个波 在小顶一下 不需要了 骷髅王站起来 AA的大招直接给 蓝猫飞起人群 马格纳斯这个地方 大招放一下 谜团大招反拉 马格纳斯被秒 那这个马格纳斯大招 几乎没起来热火的作用 龙骑士 能扛住吗 龙骑士血量很低 蓝猫飞一下 再飞一下 再飞一下 这回躲掉对手的狗王冠 不够蓝空了 骷髅王居然打到了最后 还没死 打了一个零换四 骷髅王这一条命 不要打骷髅王 这骷髅王选出来 就是针对你大招留的 不要去动他的骷髅王 这个时候要打的话 一定要去找别人 动骷髅王 是一个很亏的一个选择 打骷髅王 最好的是 你去动别人 骷髅王过来支援 然后你把他的第一条命 给他打掉 打掉了以后你撤 你撤 你别马上跟他打第二波 然后你撤 等一下你的技能CD 然后再出来跟他打第二波 这个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样的话 相对于游走骷髅王来说 成本最低 如果你一定要抓骷髅王也行 你抓掉他第一条命以后 你先往回走 你别直接上 连抓他两条命可以 就这样抓是可以的 这波没问题 这个就是抓骷髅王的正确 正确思路 就是抓两遍 不要抓一遍 抓一遍的话 很容易变成刚才那种情况 就被对方直接一个暴头反打 现在想大家身上的装备 我们来看一下分身 然后准备去出紫苑 甲腿双膝带分身 然后做紫苑 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出装 骷髅王身上现在是灰药 相位鞋灰药 然后准备去做 也是要做一个分身火 来准备解一下debuff 甲腿双膝身上一个梅肯 赏金猎人身上一个浑之灵磨 甲腿双膝别在那洗澡了 掉这么多血 白白给人一个标戒 一刀蓝猫拉住打一套 小精灵连过来以后呢 这里再跟上 nice 这一套配合确实有点漂亮 尤其是赏金的这两次破一击 给的很漂亮 完美的衔接让小男家 根本就没有来得及 就开出了大招 那这样的差距落后的经济 来到了4000块 小男家的经济虽然还是全场第一 但是这个龙骑士和AEA 出来搞事情的频率有点略低 AEA这个英雄不是这么用的 我忘了是在多久之前了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AEA这个英雄 那段时间大家就是发现 用AEA的思路式 给他搭一个骷髅王 或者搭一个龙骑士 这种单体的控制 单体的长时间控制 然后同时 有一定的输出能力的英雄 然后两个人去进行一个快速的游走 频繁的游走 看看这块赏金 留下马格纳斯 蓝猫落地 拉住 然后拨 没有打到 被对手直接给嗅掉了 最后赏金这个人 这又是一刀破影机 不过这个一刀忍术 不是会议机 一刀忍术 连抢钱再拿人头 再标记一起 这块过来以后龙骑士 第一时间抓到了对方的赏金 那这个团战没法打了 AEA这拨直接被送走 你输出不够 迷团大招 拉住了龙骑士 没有能够拉到 邪影防灵 邪影防灵 这里丢出来一个孔骑士 很关键 看看这里龙骑士 麦死啊 这一个孔骑士 太挤有其下了 迷团的大招 又没拉住高台上的这个人 感觉甲脖子的 迷团这场比赛的表现 嗯 他的两次大招 拉的效果 都并不是很理想 当然了 这个迷团的大招 不太好放 不太好放 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狼猫这个飞过来 并没有砸到对手 哎 这个马格纳斯 看下这个马格纳斯 又被对手一顿连扣 能不能来得及放大吗 这里有没有机会 放个大招出来 对方四个人的位置 应该是一个大招 至少可以打三个 但是马格纳斯 撞得有点惨 不敢动 这个地方不敢动 那么只能是放对手车队 而且骷髅王已经到战场了 这个时候跟对方的骷髅王 正面作战的话 不太理智 赏金的人这里兜了一圈过来 看了一下周围的真眼 哎 现在手里原始有三颗真眼 这边直接插出来一颗真眼 拔掉对手的视野 第一个真眼已经插出来了 第二个真眼看看 准备往哪放 那紫愿给到了赏金身上 现在地图有点大 地图太大了 导致真眼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好放 而且这个版本的真眼数量 我给减少了 所以真眼里的东西 现在确实有点难度 用下来 21分半 17比5落后 12个人头和8000加的经纪 如果XG跟Talent打成1比1平的话 那么今天他们倒是还有第二轮比赛 然后可以看看第二轮比赛的表现 今天第二轮比赛 中国有一个队伍 好像是打Spirit 我忘了是IG还是XG了 打Spirit 这里再续一刀 给一个标记 然后再给一个飞标 蓝猫飞过来 吓出你一下 小男嘉过来支援 A的大手跟上去 小金龙能救得下来吗 救不下来 蓝猫直接被秒 这一波直接被秒 马格纳斯又顶了一下 赏金脸刃而成功的击杀了 邪影方灵 不过自己也被击杀 临死之前给了对手 A一个标记 龙击是接着往前追 谜团丢出来一个凋零 跳刀躲掉龙骑士 那么这个时候骷髅王可以撤回去了 这波很赚 鲜影方灵的一波一换二 而且是换掉了对手的 中单狼猫和一个赏金 这个还是比较赚的 对手的 不出来 里面的 我们想打开 整个项目 对手的 最后 估计 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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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红 这关魔方打掉 魔方打掉了以后 团队的经济目前是7000的一个差距 智慧神服 蓝猫这关装了一个 18比7 想大家的经济确实是不错 做完了紫月 以后选择是赶紧掏龙心 龙心出来以后去做血集 整个的装备选择倒是都没什么问题 随时先左派的装备 还记得这个时候选择是过来拖入山 这个拖入山的时机还是有点巧妙的 你别说了 艾伦现在在意识到感觉也赶不过来了 已经一图上线一个人都没有 拖了也不知道对方人在干什么 拖击这拖入山拖的很成功 小男家的龙心刚刚拿到手 直接过来去拖一家入山 打完这个入山以后 无伤打盾 打完在对方这个位置的话 对方也不敢过来轻易去开团 那是为什么你这不会出字幕提示魔精给谁了 我不知道啊别的主播那块的提示吗 游戏内观战别的主播那提示吗 反正我这一直都不出去 马哈斯这边转身给上一个大招 定住对手的谜团 谜团就直接秒掉 可以 骷髅王落地以后呢 招力对小骷髅王 不过并没有什么用 蓝猫不在 蓝猫不在 省进也不在 正面战场这个位置呢 没有二塔 所以在这有二塔 但是这个二塔已经马上就掉了 所以熟起来没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说晚上好 你觉得这次比赛中国队最少进几强 我不预测 我不预测这个中国队这次进几强 我们刚刚这么大的攻击 我相信对于队伍之间的实力是 这个评价是完全没法做的 缺少有缺少一切的数据支撑 但是我是先锋 看比赛有助于实力提高吗 有啊 现在这场比赛的团队经济落后 其实已经被拉回来很多了 之前落后一度到七八千 六七千七八千 这段时间已经是把这个经济的劣势 拉回到了只有五六千的一个差距 这已经很低了 等到了已经很低了 这边爆炮过来打一家上路的二塔 泰勒也是很有意思 泰勒也不跟你接这个正面团 其实从双方阵容来说的话 小娜加带盾并不可怕 小娜加本来也不是你第一时间去集火要秒的人 但是泰勒仍然是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打法 就是说等你的盾消 但是再等一等的话 如果高低要掉了 那这现在就是拿这个肉山盾逼着你跟我开团 小的家里边装备现在基本上是半成型的一个状态 拿这个肉山盾逼你跟我开团 这小的家已经拿到了自己的蝴蝶 那不在肉山盾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刚拿到蝴蝶是一个比刚才要更强势的一个阶段 可以继续拆 没有理由这个时候怂的 刚才我不怂 但这个时候我就更没有理由怂了 小的家现在身上带肉一个将近一分钟的肉山盾 加上所有的经济全部转化工装备 骷髅王出来 这个骷髅王出来这个位置 蓝猫开BKB拉一下 强杀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被秒 然后骷髅王开始出来留人 这个时候卡的时间非常舒服 小的家就说打也不是 说不打也不是 那么看看小的家选择应该是后撤了 这里赏金给了一个标记 但是这个标记给的是一个分身 并不是本体 小的家过来打一下 由于蓝猫的BKB已经用过了 所以这时候应该不会贸然的去进攻 骷髅王上的BKB也已经用过了 对方想大家一堆幻象在这 看看这哥几个还要追 不杀小的家去找你其他的人 看看这里小的家开大 精灵带着蓝猫过来 以后谜团开BKB 然后给上个增悟 大招直接拉住 这个时候看看这个恐吓 第一时间没有给 第二时间给上去 砸中可以 盯了一下了 对手的骷髅王 想大家赶紧接着跑 蓝猫这边被一堆幻象 给A成了一个残血 正面这场 这个位置赏金开启了BKB 往前追了一波 不过打不过 他们这个起火 完全没有形状认识盒 有效的 输出了赏金猎人还送了 这个团战打的真的有点 打开启了BKB XG这边是 当我们比赛XG这么打的话 应该就赢了 直接上高就行了 这波 对方的第一轮技能 已经用光了 弥团没有大 马格纳斯是有大的 这个时候直接在高地上 硬开就行了 对方谁过来就打谁 谁过来就打谁 蓝猫飞过来 看一下飞后白 想先杀A 这个A直接原地放了一个大 蓝猫开启BKB 直接往回走 看一下骷髅王的第一条命 直接送了 没有人能过来去帮的 马格纳斯距离在 假装放大 那么这时候不着急 看骷髅王的BKB 开出来以后 也是没有任何 有效的输出 哎呦 赏金猎人 也是直接被送走 XG要2比0了 兄弟们 XG如果2比0了的话 对于他们 走出降级区 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Talent在B组这边 综合整体B组的战 这个队伍的实力上来说的话 XG还不算是很弱的一个队伍 在B组这边 所以如果XG能够战胀他们的话 从小组再出来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XG能够战胀 这场比赛现在下路的高低高破 那么团队经济已经是实践了一个反超 中路的建筑剩余的血量也不多了 挡了一下自己这边技能的CD 龙骑士的变龙已经有了 龙骑士身上有强席 向大家身上是蝴蝶之后 下一个装备准备更新一个A杖 已经出到了血迹 现在32分钟 32分钟 魔方 魔方 这有一个魔方 看龙骑士 过来 装一下 那么跟上一个王 王柱在家血迹 第一条命 直接打掉 小组的大招也浪费了 这是啥站位啊 头狼站起来以后 是怎么卡在这了 大哥 你是如何做到的呀 自己跳进来的是吗 等会啊 等会啊 等会 等会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普罗王的第一视角 我看他鼠标是点到哪 我必须要看一下 这个是这场比赛影响最终节奏 这最终比赛结果的一个 一个跳刀 我看一下他这个是自己跳进去的吗 哦不是 他点的距离点过了 他距离点过了 他点过了 只跳了一个跳刀最大的四分之三的距离 然后那个四分之三的距离正好是在 那个坑里边 带鱼瓶背大锅 他肯定不是带鱼瓶 他怎么能说我刚吹过的带鱼瓶 他肯定是带鱼瓶的 哈哈哈 等一下原来大更新前地图是没有地图卡死的地方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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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多 除了高台以外 平地也有 但是不多 看一下科罗王这边 装一下 被缠住 第一条命被打掉 蓝猫冲进来想强杀 对手的心 风流 心风流 飞起来 落地也被控了 那次 B团的一个大招 拉住以后 看看马格纳斯大招 反断断的漂亮 这边断完了以后 B团刷新 第二个大 拉住 但是这边被对方 小大家的幻象 直接给A死了 小大家开始大招 把其他所有人全睡了 然后拿自己的幻象 从背后 把B团给A死了 马格纳斯 这里也整个推 再加上一个推推 那科罗王的第二条命 击杀掉 很行 大家完成一波双杀 冷猫飞过来以后 砸死一个马格纳斯 赏击猎人有点扛不太住了 被龙骑士直接吐死 看显示方灵这里 风胀流度 NICE落地以后 接上一个孔克 龙骑士给上一套技能 再接上一个毒王 然后再加上作祟的输出 一波双杀打完 那这样的话 差距应该是赢了 这时候可以打GG 已经可以G了 这个比赛打什么量 好果然 那么他能打出了GG 这样恭喜差距 在双方BOR的第二场比赛当中 再下一场 而且是在一个烈士局 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翻盘 好了 那么今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 那稍微休息 也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今天第四轮 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 对战双方呢 应该会给大家选取 IG对战SPIRIT的比赛 因为XG里边的对手是SMG 从对战的双方来说的话 感觉SPIRIT对IG的比赛 至少 由SPIRIT可以看 由SPIRIT可以看 好了 那么我们稍微休息 下场比赛见 萌萌大 谢谢大家